美国国防情报局怀疑俄罗斯进行低当量核试验 俄罗斯真有可能再悄悄进行核试验吗 无独有偶 美国国家实验室声称美国进行了亚林界核试验 无端指责俄罗斯 美国是否在为自己搞的核试验找借口 频繁进行亚林界核试验 美国到底在研发什么武器 另外美国第二舰队已经形成战斗力 这支冷战舰队是否针对俄罗斯核潜艇而来 防务新观察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李嘉明 这周您在观察什么 希望我们英雄所见略同 5月29号美国国防情报局怀疑俄罗斯 可能正在进行低当量核试验 不过讽刺的是 就在前几天隶属于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 公布了美国今年2月份进行的亚林界核试验的信息 这不禁让人想到一个词 贼喊捉贼 与此同时 美国新组舰的第二舰队已经形成了战斗力 这支冷战舰队是否奔着俄罗斯的核潜艇而来 今天我们将做深度的分析和观察 来 首先看一个短片 5月29号美国国防情报局怀疑 俄罗斯可能正在做低当量核试验 按照他的说法 俄罗斯做低当量核试验 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规定的零当量标准 这有助于俄方提升核武器能力 华尔街日报也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 俄罗斯在北冰洋新地岛进行非常低当量的核试 作为研发新型核武器的一部分 不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新闻处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国际监测系统运行正常 没有发现任何特殊迹象 并没有记录到俄罗斯实行低当量核爆炸实验 俄罗斯外交部30号在其网站发表声明 驳斥美国有关俄罗斯可能正在进行核试验的指责 俄外交部称美方指责属于挑衅行为 这类指责毫无根据 美方试图通过此举再次抹黑俄罗斯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所有形式的核爆炸实验 1996年获联合国大会通过 同年9月开放签署 尚未正式生效 俄罗斯签署并在2000年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美国同样签约 但1999年因为共和党反对 而没有获得国会参议院批准 美国为何此时指责俄罗斯进行低当量核试验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让我们欢迎军事问题专家杜文龙先生 欢迎 让我们欢迎国际问题专家吴大辉先生 欢迎 请教杜先生 美国的这个指责有证据吗 美国指责俄罗斯从来不需要证据 因为从技术上两点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因为全世界有300多个检测点 凡是要有核实验一定会被捕捉到 因为这种放射性 包括对微量原子的探测 马上就可以判断出是布弹是油弹多大灯量在哪 那么这个点位呢应该非常清晰 是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那第二呢 俄罗斯目前在计算机模拟核爆方面应该走得比较远 而且技术全球领先 它根本就用不着在这个地点搞类似的核爆 如果违反协议引发多国的这种谴责和制裁 俄罗斯感觉这个东西应该对自己没有太多的作用 如果通过模拟更高端而且更经济更实惠 我想这个点位呢应该是美国故意制造出来的 一个不存在的核实验 美国的动机 吴先生请教 我们说这个美国指责俄罗斯进行低档量的核实验 不是一天两天了 三年之前就开始指责俄罗斯进行这个低档量的核实验 但是我们知道 从1996年全面禁止核实验这个条约出台之后 俄美等大国遵循了不进行核爆实验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美国虽然没有批准 国会没有批准这个条约 但是美国也没有进行这个大当量的这个核爆实验 对俄罗斯的指责呢 可能我认为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要弃约 再次弃约 特朗普有这种弃约精神 放弃了一个接一个的军控条约 这个契约的气可不是我们 是放弃的气 是放弃的气 那很有可能下一步要退出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 那这个时候我说你俄罗斯进行了 那我就不遵守了这个条约 现在国会正好没有批准 我就完全退出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认为俄美马上要重启战略削减谈判 因为我们知道2010年4月签署的布拉格条约已经要到期了 早就应该进行新的谈判 在谈判之前我指责你进行低档量核武实验 向你施加影响 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核爆实验和核动力测试是两个概念 我们知道在2018年3月1号 普京在国情之文当中抛出了一款核动力巡航弹 没错 按照这个欧洲的西北地区的一些国家 他们的这个监测 在2017年的1月2月10月 发现这个新地岛周边地区核辐射遗偿 后来联想到普京说的核动力巡航弹 他们推测俄罗斯很有可能进行了核动力巡航弹的测试 是核动力而不是核爆 它的性质跟这个核反应堆 核潜艇的那个反应堆是一样 我只是把核当作动力 但是我从这里发射 因为它也会产生一定的污染 这是两个概念 和低档量的核爆和核动力实验 这是两个概念 我不知道这个欧美方面是否分清了这两个概念 请教吴先生 其实美国国会是没有批准这个条约的 但是美国这次又把它拿出来说事 你怎么看 美国国会虽然没有批准这个条约 但是美国政府正在履行这个条约 我们客观地说 从1996年开始 美国并没有进行过核爆实验 因为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已经批准了这个条约 像主要的大国 中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等等 也都签署了这个条约 所以现在来看 除了1998年印巴进行过核爆实验 再没有国家 后来的朝鲜被认为进行了这个吹直井的这个核爆实验 再没有国家进行新的核爆实验 这个时候我认为指责俄罗斯和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两点有相关性 另外美国方面很有可能也要进行同类的实验 我们知道美国在研究核砖地弹 一次也没有进行过这个实报的这个测试 这个美国国防部就说 这个东西如果不测试 我们怎么能知道它的有效性呢 我认为下一步一个是退约 一个是增加与俄罗斯签署新的战略削减条约的筹码 同时美国也很有可能开启低当量核武核爆的这样的可能 杜先生怎么看的 就像刚才吴先生提到了 其实美国现在是很有契约精神 放弃的气 但是他在说事的时候 他又会把这些条约拿出来说 美国如果指责其他国家在某些方面违规 他从来不需要所谓的真实性 他只需要借口 借口的含金量对于他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现在看美国如果在核武器方面有新的想法 他一定会把俄罗斯把主要大国当成主要目标 比如你的辐射超标 或者是在核方面有异常 他认为的异常 但是标准不一样 可以为自己背书 我想美国大概是自己要想搞一些动作 比如自己的核武库的检测 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方式 自己的核武库到底它的有效能力有多少 那些零部件包括可可行李多少 它需要得出个真实的数字 另外美国也会研发新一代核武器再做准备 今年的2月19号 美国已经启动了W76-2 这种低当量核弹头的检测 而且要正式裂装 花了650个亿 而且要装在三叉截而第五导弹上 如果从10万吨当量降低到现在的 1到5000吨当量 很显然好几个数量级的降低 这样在军后作战行动中 拉低核门槛 在常规作战行动中 使用低当量核武器 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的选项 所以美国在为自己背书 自己如果后面有三拳要打 它一定会指责俄罗斯 是你先动的手 是你在我面前晃动了拳头 所以所有的脏水 大概都要泼到别人的身上 据外媒披露 其实在今年2月份 第二次美朝峰会的前夕 美国就进行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 第二次亚灵界核实验 据外媒报道 美国能源部所属的 劳伦斯利夫摩尔国家实验室24号 公布了在美国西部 内华达州核实验场 进行的亚灵界核实验 据悉 这次实验使用高性能炸弹引爆部 并在核分裂过程中 捕捉高质量的放射影像 从而取得详细科学数据 研究所称 这项计划可强化美国 所保有核武器的安全度 获悉这是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12月以来 第二次实施亚灵界核实验 美国历史上第29次 报道还指出 华盛顿去年2月发表新的核战略 为了对抗中国和俄罗斯 提升威慑力 将通过核实验等推进核战力 增强被称为低当量核武器的研发 2019年3月28号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 约翰海滕上将又表示 如果美国选择研发低当量核导弹 预计会将这种武器 作为水下核威慑力量的一部分 以替代部分大当量核弹头 美国为何此时爆出亚灵界核实验呢 防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杜先生 亚灵界核实验的概念 亚灵界核实验是指那些 不产生链式反应核爆炸的核实验 从基础角度可以这样去理解 原子弹的起爆 它需要常规炸药的爆红作用 这个爆红作用就是提供一个门槛 然后让那个布材料油材料 产生可持续的链式反应 这就是我们看的原子弹 所以它中间那个能量提供很重要 但是能不能每次都把水灌得这么高 这是大问题 比如有个大坝 我用大坝去冲别人 我能不能把水位夹在这儿 那么亚灵界就是要把我水位夹在这儿 但是不放水 不产生核爆炸 所以这种状态呢 它是对整个核武器可靠性的一种检测 你比如说 我在长期的存储过程中 高能炸药会不会受潮 另外它的能量会不会达到 我预想那个状态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状态 就意味着我在实战中 可以不经检测 即可以发动核打击 而且每次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 可以按照原来的当量 原来的计划进行 所以亚灵界试验 是武器装备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它和低当量的核爆的区别在哪里 它不产生核爆 低当量核爆是个DIY形式 比如说我30万吨的东西 我感觉太大 有可能会引发大国的暴富 我把它降到1000吨 5000吨 这样我根据不同目标的属性 来确定我的爆炸当量 你比如说B61系列核航弹 300多公斤 特别小 但是它可以调 它有个钮可以转 比如说这是3万吨 这是5000吨 这是1000吨 根据目标的属性和摧毁的能量 来定制自己参与核爆炸的 这些物质的量 所以从现在看 这种亚灵界核实验 它跟低当量核爆炸 和一般的核爆炸不太一样 所以它可以叫零当量核实验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吗 尽管它觉得 我的这个亚灵界的核实验 我是跟这个低当量的核爆 是不一样的 但事实上你做的这个实验 会让我们产生联想 你可能在研发新的核武器 亚灵界呢 有的时候可以放了个空墙 你比如说 有点像 比如像放一个空墙 我所有的射击准备程序 以及这个枪支的联动机构 正常工作 那个基针已经达到了这个隐性上 但是只要隐性没有装药 但如果进行 其他新武器的研制 大概也是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不会变 所以目前看呢 它是对核武库的一种检测 但我认为有可能是为研发新型核武器 在做准备 因为美国对低当量核武器 现在特别痴迷 它认为自己花这么多钱 搞了这么大的核武库 就在广岛长期扔了两个弹 没有用 那么这种状态 它的实战能力严重不足 所以这具核武库 最大的想法就是 实战能力严重不足 但是威慑能力有余 这种状态对美国来讲 没办法持续 投这么多钱 没有产生实战功能 这对美国来讲无法接受 所以02年开始战略转型 它要把现在的核武器 降低当量 我怀疑它在为新型核武器 低当量核武器钻地弹 包括其他的弹种在做准备 一旦这种能力形成 全球范围内 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 低当量核竞赛 没错 其实我们昨天节目中也介绍了 美国的哥伦比亚 其实核潜艇也开始建造了 这种潜艇据说 也可以搭载低当量的核武器 吴先生你怎么看 低当量核武器 现在很多国家有 但是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核爆试验 这一点是各国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 美国据我所知 也在研发低当量核武器 我们知道两年前 在阿富汗的拖拉波拉山区 使用了炸弹之母 在美国军队是有争论的 认为可以使用低当量核武器 对拖拉波拉都是一些严动煽动 对那里那个地区进行一次实验 但是特朗普没有能够批准这个命令 因为这是国际社会的打击 没错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没有不敢做的事情 特朗普这一个情绪化的总统 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 未来不知道会向何处去 储存了这样的武器 他认为很多武器没有使用 就是一种浪费 我们看他在30号在空军学院 毕业典礼上的那个演讲 能代表他的这个国际政治观 他说没有什么东西 比美国战斗机这个马达的轰鸣 能够让敌人更恐惧 能够让盟友更对我们充满信心 战斗机的声音就是美国正义的声音 非常直白地说出了美国所谓 维护自己安全所采用的手段 火腰味非常浓 暴力手段 杜先生你觉得这个时间 是不是越来越临近了 这个时间点 按照美国目前的发展速度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越来越靠近 因为美国今年开始研制和列装 就算研制把这个当年降低 如何按照目前这种方式 和打击效果的评估 让自己形成核弹头超市和核威力超市 今后美国陆海空三军 包括不同军民种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 有可能真的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现在美国人对这个有点争议 但是我想这个争议是暂时的 美国战略导弹核舰艇 艇长说我不需要那个抵挡量的 我不需要儿童玩具 我需要这个大杀器 但是大杀器有可能是毁灭自己 也毁灭对手 这个舰特场 这把宝剑砍的是两个人的喉管 一个是发动和攻击 一个是承受和攻击 如果美国降低挡量实用化 等于我的宝剑只能把那个承受和攻击的喉管斩断 自己不会招致大规模核报复 我想下一步美国大概是这样设想 从目前美国的生产速度 包括研制的基本进程去分析 这一天有可能真的越来越近 除了在核实验上贼喊捉贼 美国最近也宣布 他们成军一年的第二舰队 也具备初步的战斗力了 5月29号 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报道 在成立一年以后 美国第二舰队已具备初始作战能力 并将于下个月在欧洲 进行一次大型多国演习 以检验战斗力 美国海军第二舰队是冷战期间 负责美国东岸和北大西洋防务的一支舰队 在冷战风云激荡的日子里 第二舰队负责在欧洲 北华约机械化部队冲垮之时 保护增援欧洲的舰队航线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这次给第二舰队设立了 比冷战还要宽广的作战地域 管辖范围将直接到达巴伦之海 美国的海军将把自己的势力范围 推进到俄罗斯的家门口 美媒认为 美国舰艇挺进巴伦之海 主要是为了前出反潜 俄罗斯这几年 一直在加强其水下力量建设 美国人现在要面对 射程达1600公里的口径巡航导弹 这使得北约 必须要在俄罗斯潜艇 进入大洋前阻击他 也许是对手视墙太明显 俄罗斯北方舰队 默契般地在29号发布消息说 俄北方舰队开始在巴伦之海 举行大规模演习 据塔斯社报道 演习包括对假想敌进行反击 舰队联合反潜机队搜索 并消灭潜艇 反击敌军空袭 和救援海上遇险人员等内容 北方舰队未公布 这次演习的具体开始时间 和持续时长 所以阻击俄罗斯潜艇进入大洋 美军真的会如愿以偿吗 防武新观察正在过注 请教杜先生 美军组建的第二舰队 它能够阻止俄罗斯的核潜艇 进入大洋吗 从一定程度上 能够增加这个能力 但是要想百分之百地阻止 谁都做不到 不要说美国 因为现在大洋防御 包括深海反潜 是全世界公认的难题 只有在对手的近海 和自己的近海两道围墙 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 对方核潜艇的突防 如果能够把对方核潜艇 百分之百地发现 百分之百地跟踪 百分之百地摧毁 那么这个所谓的 武器装备的神秘性 将会完全消失 但是各个国家都在 把核潜艇 包括水下的安静和静音 当成核心指标 所以按照目前 美国目前组建 第二舰队的基本想法 它只能够降低概率 要想完全阻止俄罗斯核潜艇 包括攻击核潜艇 和弹道导弹核潜艇 在周边的活动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任务 所以它只是一种态度 并不是美国的实战标准 请教吴先生 俄罗斯有什么样的手段来应对 可以说成立恢复第二舰队 应该叫恢复第二舰队 冷战时期 是美国非常强大的一支舰队 它负责北大西洋地区 和美国东海岸的交通安全 以及沿岸的基础 军事设施的安全 之所以恢复这支舰队 是因为认为美国 在北大西洋地区的水下活动 极其频繁 邓福德说过 对俄罗斯的判断 就是一个潜艇的 一个频繁的出没 频繁到什么程度呢 2008年 俄罗斯的核潜艇 恢复了战略巡航 攻击型核潜艇 冷战时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它的核潜艇 到达了佛罗里达的金角湾 在这里潜航了两个月 临走的时候 潜望境 扶出来打打招呼 走了 这不是一次 这是也属于美国的 第二舰队的管辖范围 另外俄罗斯的攻击型核潜艇 经常在苏格兰 在英国的西部 苏格兰的法斯兰湾 那是海军基地 那是英国的弹道导弹 攻击型弹道导弹 核潜艇的基地 就盯着你 我在海王口等着 你出来一艘弹道艇 我跟上一艘 英国非常苦恼 它又找不到 俄罗斯的攻击型核潜艇 有时候就让美军的P-8A 帮助收钱 所以我们看到 大西洋的一系列的演习 包括在杜鲁门号 进入北大西洋地区 进入了北冰洋的边缘地带 进行演习 都是为了遏制俄罗斯 在所谓的传统的第二舰队的 辖区内潜艇的活动 这是对俄罗斯潜艇活动 做出的反击 俄罗斯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我加大活动的频率 加大出航的潜艇的数量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杜先生怎么看 接下来的博弈 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下一步我感觉 俄罗斯可能会占决定的优势 因为防御毕竟是相对被动的一方 再加上全球范围内 无论是航空反潜 包括潜艇反潜 以及水面反潜 现在存在漏洞很多 冷战集前为了遏制 苏联的这种水下活动 建了好多大洋的 所谓的封锁线 像埃索斯系统 还有那些叫不出名的系统 都是通过在大洋中筑墙 去听俄罗斯的潜艇 在现在看 这个潜艇安静水平越来越高 再加上突发能力越来越强 武器装备的射程也越来越远 所以目前我们去判断 水下潜艇的安静指标 和目前反潜的基本能力 去分析反潜相对被动 尽管美国P8 包括P3 以及盟国的很多 先进的舰艇和潜艇 对俄罗斯潜艇进行水下追踪 但是绝对没有百分之百 再加上俄罗斯 新一代的攻击和潜艇 那个安静指标更好 而且在大洋中 进行各种活动的 这种所谓的航迹更加诡异 另外像波塞东 这种根本就不需要潜艇 或者是不需要平台搭载的 核遇雷也越来越多 这样在水下的防御方面 会多出一个新的成分 以前是看潜艇 到底那个一万吨的潜艇在哪 攻击潜艇在什么位置 今后如果俄罗斯突破了 水下核攻击 核遇雷的这个瓶颈 那么水下大概只有 几吨核的一个小东西 这怎么找 所以微型化的这种水下目标 会成为美国包括其他国家 对水下防御最致命的难题 我想今后在水下博弈方面 有可能水下俄罗斯更加主动 请教股先生 可以说现在大国的博弈 也进入深水区了 你觉得接下来 美俄之间的斗争的发展方向 美国有一种霸权的焦虑 激行国家在快速地崛起 经济崛起的同时 也伴随着军事力量的崛起 比如说在高超声速武器方面 美国人就认为落到了俄罗斯 落到了其他国家的后面 专门拨出款项 要研发新的高超声速武器 加快这种转化能力 工业化的 列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美国人知道 没有军事优势 就没有贸易优势 就没有金融优势 这是他的逻辑 也就是没有美国的霸权 一切的基础是军事 一切的基础是海洋 所以我认为 未来俄美之间的博弈 包括大国之间的战略竞逐 除了按部就班的发展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以外 还要更加研发 这种不对称的新型的武器 可能未来航母不是大国的标配 高超声速武器 无动力 无人的核动力潜航器 可能是未来大国的标配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